Omicron变种病毒在全球快速扩散 本港多8宗Omicron输入个案 政府收紧检疫酒店防疫措施 个案双铃的住客要每日检测 患者在过去两日确诊 化验之后确认带有Omicron 其中3个人在机场检测情阳性 其余5个人检疫期间确诊 本港累计有27宗Omicron个案 政府收紧检疫酒店防疫措施 与Omicron个案患者 双铃同对面房的住客 要每日检测 直至第7日离开酒店 本身完成检疫的住客 都要额外检测 另外本港新增8宗确诊个案 全部带有变种病毒 青山医院精神科一个护士 初步确诊新型肺炎 他由英国返港 机场检测情初步阳性